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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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叫一个漂亮 这俩刚刚刚打完架 有点累了 你俩为何吵架 他不骑立摇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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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刚刚骑立摇车 不拜我 他刚刚我们 我们今天来这 不拜 然后他顾上 还有什么的 有什么东西 东西的就不对 就是我们上租了一辆电动车 我说那你带了 我们扣我租了电动车 不是我租的 就因为扣你租 你租为什么租一辆 你租四辆 就是 你租四辆 你租四辆就行了 你非得问 听没问了 不问了 来说一下 为什么今天会请四位爷爷过来呢 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之前 在广东的潮汕 有搞过一次谁是250挑战 那个时候 是他 好 那次是我 这个也没什么好争的 我国也没什么好藏着掖着的 当时是因为潮汕那个菜 它因为是海鲜 所以经常是不标价格的 所以说要猜一猜它的价格 这次我们在广西的柳州 柳州的小菜馆子 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们特别的实惠 有多实惠呢 所以我们这次干脆来搞一下随机的盲盒 给老板200块钱 能不能让你们四个人吃饱 我们也不点菜呗 对 随机 那不叫对人了吗 那这个压力得给到老板 一会我把压力传输过去 看它怎么分贝 你给我 咱们一块过去 我往上一扇 老板让你滚蛋 今晚250看来是已经有了 我看你是250 你是250 他俩都挺像的 怎么样我一碗水端平了 不错 跟个简约登过登岁 来一首 听见你说 我怎么跟你250 是500的歌是吧 行吧 那我们走吧 走吧 等人 不知道老板是否和爱可亲呢 我们今天是有一个小小的一个需求 就是说我们想给你200元 然后你帮我们随机的上 够我们四个人吃的菜 就200块钱消费掉 好吧 就200块钱那样 我们饭量其实是稍微有点大的 有个小火锅 把你们给我吃吧 一天没吃了好饿 不知道今晚会吃到什么丰盛的菜 今天我们在广西柳州 第一次吃小草 不知道会吃到什么 姐姐 那就全都交给你了 好嘞 好嘞 老板扣地了 真的吗 我说你看我脚都抬 都顶起来了 远住一时的尴尬 你就能让姐姐明白你的心思 菲菲表现他太尴尬了 脚底扣一条勾出来 你好不好 不尬吧 尬吗 尬 尬尬 大佬的鞋底漏了 好嘞 一个大佬球鞋 弄成凉鞋了 还有一双镜鞋 特别跟路人就不会尴尬的吗 反正他也不认识我 我爱咋咋的 但是社员就会认识你 他知道你的家在哪儿 盗人社是吧 主要是社员知道 我真实情况下是什么样的人 我就不能装 我遇到路人他反正不认识我 我就装得我非常无所谓 所以你认为你在社员人的形象是什么样的 就是一个正常人 啊 那你对自我的认知有一点偏差 就让社员人说法对吧 因为我觉得绝对不会是正常 因为菲菲非常的 我觉得他是优秀的那种 这点字摇你嘴了 有才 然后那个就是 挥谐幽默 然后有时候会有一些很机灵 还会写诗呢 对 我还会给大家读一下分别写的诗 好呀好呀好呀 晚上 coco忽然叫我出门吃饭 我感觉他少有的认真 心想着一定是有什么事 我忐忑地跟他出了门 他问我吃啥 我说不饿 听你的 他说我也不饿 后来才知道 因为我中午没吃饭 他以为我心情不好 想着晚上得拉我出来吃点 于是 我们两个 吃了牛肉炒刀销 两根烤面筋 两根鱼豆腐 两根烤香肠 和十根大羊串 我们 靠什么活着 靠片刻温柔 展露头角的那个间隙 诶 我念不下去了 哇 一起上的 多长 哦 一起上 姐姐这都是什么菜呀 这个是萝卜鱼 少年排骨 所以我们要有大糖化椒 辣子鸡 辣子鸡多少 我说多少钱 30块钱一个菜 这个20 萝卜鱼20 对 好嘞 还有吗 这样 还有 这多少钱 20 200字 他这拿药筷子的话收费吧 小心那鹰说话 你怎么这三窗逼得是 还是你懂我 你怎么知道了 这很有名啊 我根本想不到 这我能想到 咱就说是谁说做这行的 没办法 说什么呢 我饿死我了 我也是饿死我了 这勾芡勾的真厚重 月王勾芡 真的假的 小板子就是会给你惊喜 它这个酸甜味特别浓 这三次看 明页 没办法 鸟杀 ік 这这个酸度很持久 一下就能酸到你的嘴巴 然后流口水 吃完这个菜之后 整个感觉就是一个明页 好厉害啊 有一说一 台湾米饭 我串着有点算 有米饭 我刚说的 先刚说的米饭 心想事成了 谢谢 谢谢 米饭不要有钱 对 小炒就是为了赶饭 来尝尝鱼吧 它这个感觉味道跟那个差不多吧 看见一样 喝 结糊了 香脆 看起来颜色很像是吧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我刚吃了以后 完全不一样 哎 完全没有三甜了 配着饭吃 又是另一个味道 它整个肉都把酱汁全部都裹上了 所以它吃起来就感觉很鲜 很好吃 它就没有糖醋白骨那么明艳 它是 它是小不轻快的辣 辣倒不是很明显 嗯 是吧 就微微有一点点 它是远远的有人绷着一根古蒸旗 像那种微微的那种 有一点触碰到 但是又没有很明显 哥 你的头发都被卷了 对 对 它确实给人 就这个鱼的这种 这种美味啊 它是像是远处 有一人在城墙上弹了个骨针 我这边感受到了 你看感受到了 有种触感 姐这是什么菜啊 肥肠四鸡豆 肥肠四鸡豆 哇 又来一个 又来一个菜 还有 还有 鸡蛋泡酱 这多少钱 30 也算是 那就齐了吗 对吧 嗯 上齐了 200块了 正正好好啊 吃牛肉吧 好 哥 我们吃一口牛肉 哇 这个上面的辣肉 牛肉很新鲜 看着是 很好吃的 豆瓣很香脆 而且感觉好像放那些啤酒 好饿啊 不知道为什么 真的好饿越饿越饿 别吃了哥 越吃越饿 那个不滑饭 满了 不如现在就不吃了 更好饿吧 对 哎呀 小炒好快乐啊 就是那种 你能吃到好多菜 主要是大家一起吃 多三分 咱们就尝试吃 更香 这是我们 200块钱点的菜 总共上了7道菜 一共200块 太嗨了 4个人吃一颗菜 200块 就吃了 没问题 已经有人吃完一碗了 你什么时候吃完呢 不知不觉就吃完了你说 昨还没给大家介绍完了 昨晚一碗饭吃完了 我去吃饭 我去吃饭 哦 饭来了 哦 哦 给我端上那一碗 哇 你真的 每次说到啥就来场 对 尝一下这个烂子鸡 有骨头啊 炸的 焦焦的 嗯 炸完之后又炒的 但那个味儿是特别棒 你知道吗 鸡餐里边放了那个 就是芹菜 然后姜丝 葱丝 就敢说把这些 辛香调料的那种香味 全都炸透了 炸到鸡肉表面了 吃了鸡肉嚼起来就很有劲 路上这道说的不错 我就不补充了 都开始鼓励了 大家毕竟是同事嘛 这个我好期待啊 花溜溜的 鱼骨泡椒味 同时这个很脆韧 也很下饭 泡椒鸡打 也是两种泡椒 就那么一泡煮泡炒 然后这个 往哪走呢 我得配这菜吃 一霍到饭里吃 味儿香 一让我霍到饭里 哇 这个鸡杂好好吃 哎呀 中鸽的小炒店一定要越来越多呀 应该每一道菜都有他自己的魅力 真的 你说没有中餐的人可怎么活吧 中餐真的太有意思了 我前一年看了一个人说吃饭的人 如果你面临人生的一个重大选择的时候 你不知道选哪个 就去吃你平常最喜欢吃的那道菜 如果你觉得它和平常一样好吃 那就是你有倾向的那个选择 就是你选择是正确的 就是说你人的心情 哪怕吃饭人的心情 也会影响你的味觉 影响你今天吃饭的一个判断 对 大家看我们的视频 今天这个饭就撕得很开心 会不会都说大家喜欢下饭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几个人一起吃饭 陪着你们吃饭 让大家能感到开心的话 饭就会更好吃 对 很值得 我的电子炸菜 炸菜一号 炸菜二号 炸菜三号 炸菜四号 还是炸菜四号比较下饭 扣三碗了 陆杀的菜比较少 不要 温习 同意感知识 就用我说的一个天 微博50 给你用屈子饼 现在用来得及吗 就是现在用的 手术 我就知道今天一定会有人吃什么 没想到不是我吧 没想到不是你 你戳我肚蟹眼了 昨天抠口吃我们猪肉骨吃一身 撕裂的大 到时候咱们那个品上了的时候 跟大家说一下 不要像抠口品 大家撕开猪肉骨的时候 一定记得就是小心一点 不要吃到身上 嗯 看我还有植物 哈哈哈哈 安排得好 这个 我们这些人六个人够了 六个人是可以 我们这个店已经97年 但是现在 97年 97年 跟我 香港回国一般一点 跟我一般 比你长大 大 嘿嘿嘿嘿 如果这次大家看我们四个电子炸菜 吃的又香又开心的话 那大家可以给我们点个赞 好吧 为你更新下一期电子炸菜 耳 喜欢我们的小伙伴可以订阅我们 打开小铃铛可以第一时间收看最新影片 也欢迎关注我们的微博和哔哩哔哩投名账号 祝大家天天开心呀